美国农业代表团11月2日抵达北京 包括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 美国小麦协会等11个农业团体的代表 将与中国同行就扩大双边农业合作进行洽谈 这是美国农业界自2016年以来 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 一周前 中国粮食买家在爱荷华州与美方签署了不具约束力的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协议 其中大部分是大豆 这是自2017年以来双方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协议 美国股物委员会的官员在周四拜访了中国商务部 向中方提出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干酒糟采取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油脂和股物是美国对华出口的数量最大的产品 去年的出口额达254亿美元 但巴西大豆和玉米的丰收 影响到美国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代表团计划在下周前往上海 参加每年一度的进口博览会 美国农业部也在进博会上设立了一个展位 这是上海进博会在2018年开始举办以来的第一次 美国CDC11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2年美国婴儿死亡率较2021年上升3% 这是美国婴儿死亡率20多年来首次上升 2022年美国有20538名婴儿死亡 死亡率从2021年的5.44%上升到2022年的5.6%上升了3% 其中出生28天内的婴儿死亡率较前一年上升3% 出生28天至364天婴儿死亡率较前一年上升4% 报告还显示美国不同族裔群体的婴儿死亡率不同 非洲裔婴儿死亡率总体最高 印第安裔和阿拉斯加原住民 夏威夷原住民婴儿死亡率位列第二 第三导致婴儿死亡的主要因素包括先天畸形 妊娠期短和出生体重低婴儿促死综合症等 多位美国儿科医学专家表示 这无法接受半种族主义和边缘化导致的护理沙漠专业医学人员短缺 使得这一增长并不令他们意外 外卖服务平台Dodash近日增加了一个有关小费的弹窗提示 如果用户在小费金额中输入零就会警告用户 没有小费的订单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送达 目前这则弹窗消息正在某些区域进行测试 该公司表示送餐员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接受的订单 并且在接单前可以查看是否包含小费 因此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利润更高的订单 如果看不到小费 他们甚至可能不接这个订单 Dodash同时指出 该公司为送餐员的每个订单支付从2美元到10美元不等的补贴费用 而送餐员可以获得100%的小费 消息一出多数顾客对平台表示不满 但也有人认为送餐人员风雨无阻 给一定的小费是必须的 据华尔街日报11月2日报道 被房市低迷困扰两年后 众多中国城市纷纷给房地产开发商开绿灯 允许他们降低新建商品住宅价以重振销售 但遭到了不希望看到自家房产贬值的房主群起抵制 地方政府正忙于应对允许房价下跌带来的挑战 在深圳附近的中国南方城市惠州 中国最大的国有开发商之一 在10月初的国庆长假期间降价 大型高层小区保利阳光城的公寓售价 约为2020年和2021年其他公寓售价的一半 这种降价遭到了同小区业主的强烈反对 其中一些人向当地政府投诉 指责该开发商扰乱市场 并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 迫于压力 当地房管部门下令该开发商停止降价行为 并将按照上述降价签署的所有合同作费